那我們來看看科技戰好了 今天在股市裡頭的消息 股會雙殺 台幣重貶已經失守到了30日圓 台幣貶 股市跌了119點 是不是其實沒有什麼其他國際重大的消息 其實最重要的消息就是這個而已 反制美國北京下令要 所有官員不准帶iPhone 蘋果系列的手機進辦公室 那因為一早大家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在想說 這會不會影響到相關的科技類股等等 果然今天在股市的反映就產生了一些下挫 那7月的時候 俄羅斯也曾經禁止公務員使用iPhone 那現在北京的下令對於中國市場的影響 想必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也是回應華為晶片 對於中國的封鎖 所以白宮說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維持小院高牆 蘇利文講的 他說美國還在掌握華為晶片技術完整的細節 雖然他推出了新產品 到底這個細節到什麼程度 要維持小院高牆的策略是不會變的 環球時報當然痛批美國是在嘴硬 美國打折國安的旗號 接連對於華為做很多的限制措施 真實的目的就是要剝奪中國發展的權力 是赤裸裸的經濟脅迫和科技霸凌 當然就是要怕它發展起來囉 華為的手機引起反彈之後 美國眾議員甚至還呼籲公開講 要停止向華為中心的晶片來出口的技術 這是美國議員蓋拉格說的 非常多鷹派的要求 甚至它突破了7nm生產製程之後 各種的限制就要求 更高一點 更高貴 各一點 讓它完全起不來 想要把它打垮的概念 有沒有可能呢 因為這個新手機 現在國產率已經達到了90%的比率 RUTOS的分析 華為是聯手了中芯國際打臉美國嗎 這個intelligence science的副董 他所做的分析 他說華為打美國一記耳光 中方借著709000S的晶片 傳達訊息告訴美國的是說 我們辦到了 不需要你美國了嗎 而相關的報告都告訴大家 MAT60銷售量如果達到500萬支的話 就可能會讓影響到 不只是現在禁止這個事情而已 就已經會讓iPhone15損失38%的潛在中國銷售量 所以讓很多梗圖 因為剛好是在雷蒙多商務部長到中國去訪問的時候 推出的新機 就好像是華為的代言人是雷蒙多等等 像這樣的梗圖就瘋傳囉 那被說是東莞創造了奇蹟華為逆流賣回美國嗎 因為這個新機被關注之後 有個筒破天技術可以跟衛星連線 這件事情到底是跟哪裡的衛星連線呢 那發布沒多久引起很大的關注 剛剛昨天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測試手機 有網友去測試的結果 那麼離地球3.6萬公里的地方 三顆衛星天通1號來做連接 那華為發布這個激情立刻連在美國唷 美國的網上商城也立刻引起了一個熱意跟搶手 那麼售價很貴耶 2399美元 那麼最大的賣點當然就是CIA FBI無法監控 所以變成成為一個逆勢的成長 不只是iPhone蘋果跟華為的戰爭而已 另外華為MAT60在東莞松山湖 這裡發生的演藝創新故事 建立鐵的團隊 那對於華為來說當然是一個重生的機遇 想想過去被打壓之後 一度被重挫幾乎是個死亡交叉點 整個營收營業額都到了谷底的情況之下 當時華為常務董事余承東 曾經哽咽的形容 那段日子壓力太大了 聽聽他怎麼說 當那麼多人都反對說MAT50 他是你肯定失敗鐵定失敗 我覺得很容易動搖 對 是啊 我內心痛苦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夜裡在外面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天快亮的回來 就去公司上班去了 性格可能比較好強 我做任何事情做不好 我做不到第一 過不了我們自己內心的一貫 不能等死 所以我們要全面的努力拼搏 找出路 他的哽咽當然是公司可能會倒 可能會垮掉了 想辦法讓這個公司 存續活下來 其實除了華為之外 還有瑞幸加咖啡 咖啡廳華爾街被形容說 今天這個新聞是說他貴了嗎 那中國拿一種新的咖啡品項 叫做茅台咖啡 茅台加在咖啡裡頭 我最近也從很多朋友那裡轉轉回來 在大陸現在非常火紅 已經賣破了一億人民幣 那讓華爾街都因此影響了 這個股市在對於他的看好 為什麼呢 因為終結了星巴克統治中國的地位 他中國大陸去看到 哇 星巴克是越開越大 越來越多 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相對於星巴克跟瑞幸 瑞幸也慢慢的站穩的腳步 國產的品牌 那麼像蘋果跟所謂華為的戰爭 或者是比亞迪跟特斯拉的戰爭 通通都在一個互相較勁的情況之下 從瀕臨倒閉到近賺50億 都有很多在企業上分析 他們的企業經營策略等等的 但是其實就廣的角度來看 這也是美中的一種較勁 跟企業之間的角逐 亮哥你怎麼看 從華為這次發布新機到 開始中國有政策要限制iPhone的手機了 那個美國政府官員跟相關機構 本來就不能用華為手機 所以中國大陸下類似的命令 說政府跟相關機構不能夠使用iPhone 公平而已 這只是回敬而已 事實上 昨天蘋果股價大跌3.58% 不是因為這件事 是因為有人在網路上亂傳 說中移動決定不買蘋果了 這個影響可大了 是假的嗎 結果是假的 一直到我大概早上11點 我才看到中國移動弄出澄清 那個假新聞實在太多了 到處貼 美國人當然會信以為真 因為蘋果在中國的營收佔19% 你去想想中國移動如果不買你 那是多大的shock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怪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到處貼假消息 中移動應該早就出來制止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一定是 中國政府內部有鷹派 燒小火 有鷹派 就虛虛實實 也不是說這個意見完全沒有人主張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願老師講得很對 說燒小火讓你緊張一下這樣 就是說你也不要以為我們沒招 就這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Romando 從中國回到美國之後 立刻語調又變硬了 他現在對美國 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投資 全部 每一筆都要做安全審查 他回去立刻宣布 你這個是在玩兩個臉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當然會有些人被激怒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戲我覺得還要搞很久 事實上網路上真的假消息非常多 比如說什麼 這個MAP60 Pro大賣美國日本 根本沒有出口什麼大賣 他沒有出口 網上商城有預購 誰貨誰貨買不到 一定是偷 預購 特殊的管道 對 特殊的管道很少支 因為他自己國內都交籃不及了 還沒交貨 他預訂大概先做600萬支 不過現在訂單大概好幾千萬支 有人甚至說有一億支 不是 他有潛在信任 他有潛在信任 所以 坦白講中興光是做這個晶片就夠了 因為訂單實在太大了 可是就是 至少他目前為止是沒有出口 可能有零星的 比如說我有看到那個 Tech Insight 那個博主 在那邊解剖這個手機 他就拿到一支 對 所以他們還是 連衛星 對 有零星的拿到幾支 可是 大量販售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還沒有撲貨 當然華為這個給人家一個啟示 我覺得最大的啟示就是 像我本來是學理工的 就是科技 它可以找到很多種不一樣的解方 這跟那個諸羅紀公園那句話一樣 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 對 科技也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科技 跟這個生物的進化是你能控制的 你就大錯特錯 是這樣子 是 淵教授 我跟你講 這個華為的MAT 6.0 因為雷摩多在大陸說 我剛好也在深圳 結果我到店裡只看到照片 就已經去銷售一空 但是他跟我保證他們有現貨 對我完全 亮哥講得很對了 就是說他基本上是供應現貨為主 我必須要強調有幾點非常重要 第一點的話 這個美國對於中國高科技的打壓 包括聯盟都有講的話的話 他們一直不斷的自己在內說 就是說我們的話一般科技可以 但是極高的科技 或是真正的科技 或是比較高級的科技的話 絕對不賣給中國 但是大家要了解 其實我在台大就是照科學哲學的科 因為科學本身來講 是發現自然的規律 不是發明 所以說假以時日 終必有神 這個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必須坦白講 60沒有像大家傳得那麼偉大 因為剛開始 但是三到五年的時間 可以有機會趕得上 這個不至於遙遙領先 但是今天三到五年的話 有可能有機會 這個是要講實話 第二點的話 美國本身來講的話 已經注意到了 就是說中國移動可能就是 要不賣iPhone的手機的這個說法 很多人都接受了 為什麼 他覺得合理 因為大多數人覺得說 中國今天在科技上沒有 但是有的是市場 所以說如果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是三大電信公司裡面 算是比較突出的 我自己用的就是中國移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如果認為說 我們的華為的通行社財 有可能卸國家安全機密 那你自己本身來講 iPhone的 包括我用我的辦公室的 就MacOS微軟的情況也一樣 然後第三點的話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的話說實在話 中國的反應慢了一點 美國人是一開始就徹底撕破臉 美國人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你不准發展 你就是要跟我維持一個 勉強維持就比印度 稍微好一點的這種情況 那就大概可以接受 再多的話就不行了 本來美國本身來講的話 要求就是說是 在國防的能力上來講 你要自我銷毀一些 就是不能夠再發展 所以大陸目前為止 慢慢認識到這一點的話 你認為大陸人本身來講 他能夠咽得下這口氣嗎 說一些良心話 要過好日子 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要不然你講那麼多人權幹嘛 人家講人權問題 不是就是過好日子嗎 你現在不准過好日子 還大搖大擺的說出來 誰能接受 哪個中國人能接受 那滿像同班同學 不准人家成績比你好 那種概念 對 我先講一下 那個瑞幸拿鐵咖啡 醬香拿鐵咖啡 我今天中午為了試試看 為了要上這個節目 喝茅材 我沒有喜歡喝茅材 茅材很貴的 我去高粱加到咖啡裡面 喝一口看看 看好不好喝 好喝 真的好喝 對 真的很香 在歐洲有奶酒 有 我跟各位講 但是我要勸各位 我今天聲明就是 我喝完酒不開車 所以我今天坐公車來 這個我們大家 我們中文飲食習慣 有那個雞酒有沒有 也有酒娘有沒有 類似這種味道 如果說你本身你喜歡喝咖啡的人 你在也喝白酒的人 你這樣滴兩滴進去 確實有那個酒的那種香味出來 但我家的只是高粱而已 那我們知道 這個確實強強聯手 我們台灣可能不太了解 瑞幸咖啡到底有多大的實力 我們只知道星巴克 但是星巴克在大陸 瑞幸在大陸上面 它跟星巴克其實實力差不多 它有一萬家的門市 在大陸民間來講的話 年輕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有品牌的一個咖啡店 尤其是它還在美國 這個股市也有上市ADR 這次來講 因為它發展出來這個 醬香拿鐵咖啡 它股市一天之內 暴增了百分之七點幾 對不對 市值一天之內增加 30億的人民幣 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說你突然增壓那麼多 其實這家公司 市最新公司在2020年的時候 本來6月份 它都已經退市了 已經垮掉了 結果沒想到因為這個發明 又強強聯手 跟茅台聯手在一起 然後突然之間 大家抓到年輕人的那種 好奇的心態 馬上又起來了 我特別講 他這個還特別做一個 公開一個影片 就是他真的買了 一萬坪的飛電茅台 倒在裡面 然後做成這個資 讓大家證明說 因為有些人懷疑說 你不太可能 用那麼貴的酒 那一瓶飛電茅台 3000塊的人民幣 你怎麼加的進去 結果他就做那個影片公布出來 他真的是加的是飛電茅台 但是我這邊要跟各位說 就是我自己是為了上節目 我自己實驗喝喝看 那我也喝咖啡 我也喝白酒 所以我大概還可以那個 但是我今天特別坐公車來 大家千萬喝了這個以後 你不要自己也去喝喝看 喝完以後千萬不要開車 這邊再提醒大家注意